大家好 我是Maximin Gloria 歡迎收看Global Express 今集邀請Edward和我們討論亞洲半導體公司的最新情況 先討論日本及內地公司 你好 Edward 我們先討論日本吧 其實日本有哪一類型的半導體公司 其實日本整個供應鏈是做半導體設備的公司比較多 雖然有些公司會做晶片設計 例如Sony有做一些CIS 即是我們手機裏面用來拍照的晶片設計 不過裏面產業鏈做得比較大的公司 都是做設備比較多 其實日本的半導體公司這段業績表現都不錯 其實為什麼它們突然間又好了 我們看到其實2023年全球的設備市場 其實比起2022年是有點衰退的 其實主要都是因為做儲存的公司 他們的資本支出是減少了很多 因為儲存在2023年都是處於一個下行的周期 去到今年我們覺得整個設備其實都復甦很快 其中的原因都是我們看到大部分的晶片代工公司 他們的資本開支都有一定程度的復甦 加上在儲存的公司他們的資本開支都是有逐漸匯復甦的 在內地的半導體公司最近發展都很快 其實為什麼它們會有這個進度呢 是的 我們看到這幾年在內地 比較領先的晶片代工公司 譬如中芯國際 其實他們的產能的擴展都是很快的 這裏面當然都有一些政府政策的支持 而且本身在他們每一個新的科技的發展 其實帶動了整個產業 尤其是譬如說一些晶片設備的公司 他們都是受惠於他們整個產能的擴張 所以我們看到本地的設備公司 他們的市場份量提高都很快 而且他們可以供應的設備其實都越來越多 那你講開市場份額 我知道內地的半導體公司在DISPLAY的份額都不差 都很高 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好的成績 是的 我們看到DISPLAY的科技 主要分兩類 一類是LCD和一類是OLED 其實在LCD這個市場裏面 中國公司現在都已經佔了大部分的市場 在OLED裏面 韓國公司在全球都佔比較多的供應 不過中國都陸續續有很多OLED的產能 是逐漸釋放出來的 謝謝Edward Edward和我們分析了 還有關於亞洲半導體的資料 我們的ETF叫做Global X 亞洲半導體ETF Ticker 319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看 今集報導這裡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